可以跟觀眾說明一下 今天早上在林內發生的 致狀A1車禍大概發生的原因 跟所謂的後續是整個處理 今天在本社林內鄉發生一群 這個自小客車 致狀的這個死亡事故 休龍事故 地點是在雲章路 這個線道 161線 141線線道 跟這個66號線道的交叉路口 那死者他駕駛自小客車 直接撞上這個 那個中央分割島 那車體 現場車體嚴重的解體 這個駕駛人的當場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那至於這一個 有沒有這個酒精反應 這個部分我們警方 能要持續來調查了解 還有帶檢察官的相驗 那我們有沒有要呼籲一下 行車應該要怎麼處理 關於這一件 A1死亡交通事故 治狀分割 因為他是治狀分割島 所以 我們 16分局警方呢 就呼籲民眾 這個在 早晨 或是黃昏呢 天氣不穩定 這個 這個 環境狀況之下呢 要呼籲民眾 要特別 小心 前方的狀況 那 注意 天后 跟道路 道路的 狀況來 小心行駛 那遵守 交通安全 也不要超速 那確保 本身的 生命財產的安全 好嗎 好嗎 也是